风雨堪衡人生路,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,成功也好,失败也罢,所有的事情都来得很自然,有失败就会有成功,有完美就会有缺陷,将一切顺其自然,保持顺其自然的心情面对生活。 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,已经得到的要更加珍惜,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,已经失去的就有做回忆,想要得到的就要更加努力,人应该顺其自然,知足长了,累了把心靠暗,错了不要后悔,苦了才懂得满足,痛了才享受生活,伤了才明白坚强,从中感悟顺其自然的心境,岂不是更美? 生活中有时累了,就停下来休息一下,看一下沿途的风景,也是一种享受,有一种心情叫做顺其自然,有一种豪迈叫知难而上,有一种成就叫攻坚克难,红尘故王,没有人握得住第九天长,没有珍惜当下,活着,想那么多干嘛? 别整天瞎琢磨,想通了自然好,想不通心就受折磨,心情是自己的,心灵梗是自己的,别轻易去钻那个牛角尖,想要快乐恐怕都难了,很多东西,是你的不用争,不是你的不必争, 何必消折腾,命运不会偏向谁,更不会亏欠谁,很多感情,是你的不用留,不是你的不必留,何必太执着,原来坦诚相待,人去坦然对待,人生很短,别把自己亏待,岁月不长,别把自己亏对,该吃吃该喝喝,迫事别往心里念歌,该玩玩该乐乐,切记要好好的活着,该干事该担当, 一切自然水到渠成,该拼搏该奉献,一定会有一个好心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